根據最近發布的Galpur 民意調查顯示 大約有46%的美國人認為三藩市不是一個安全的居住或旅遊地點 是自2006年以來下降了接近20% 分據報告顯示 在過去17年裡 三藩市、西雅圖和 Minneapolis 都是令美國人對其公共安全感過下降的城市 而今個星期公佈的民意調查顯示 最能夠令美國人感到安全的城市是特拉斯和波士頓 這兩個城市佔的受訪者比例分別是74%和72% 而令民眾感覺到最不安全的城市是底德律和芝加哥 只有分別26%和27%的受訪者對它是感覺安全 該民意調查是在美國16個大城市進行 調查還發現政治編號會對民眾的安全感作出影響 一共有74%的民主黨支持者認為三藩市是安全的 而共和黨支持者則只有32% 根據選舉報星期二的數據 三藩市總共有34,468名已經登記的共和黨選民 而民主黨選民則超過31萬8千名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2萬2千 Ky performs 洪視訊